一个部落改变了fate 将所有美好converge 成就了一段跨越时空的accompany 一步步视频实现了不切实际的fighting 让每个玩家在loose过后 能够重拾战斗的confidence 落干年后我们仍然会乘着记忆悄然而至 但是时间就是这么的不听话 怎么追也抓不住它 只有回忆的透镜才能将过去的时光 投射在各自的脑海里 本事毫无意义的今天 只因为曾经的陪伴而变成了终身难忘 Never Forget 最近发现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 一晃就一年 匆匆又下天啊 时光仍然岁月如梭呀 这一年是我做COT解说的一年 同时也是大家高三选子高考的一年 或是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一年 又或是踏入社会娶妻生子的一年 不管大家是如何度过的我的感慨是特别的多 我自己经常想一年前的我在干什么 其实也没干什么 去年的今天发了第一部解说视频 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九本野球 六级气球兵 大概玩过的应该知道 他打这个剑塔 这个黑的剑塔也不知道几句啊 那么九本马上剑塔 他打这个这段剑塔突然进去 这有个大炸弹的 不过还好我们也回去没事 好 然后我把这个基本上打这个这就这个思路 好 然后我们就把他全部见面了 哈哈哈哈 当时的我是个矜持的男孩 说话也非常的青涩 即便如此 我也有自己的一套三不原则啊 不主动不拒绝 不负责啊 嘿嘿嘿嘿 早在第四期 弹跳法术改版后的第一时间 我就已经引入了野猪配合弹跳的打法 不仅在打法上经验了许多人 而且说话方式也变 也被定义的轻浮二字 于是在第八期 暴力流离 将我这个做人原则的好基友 Freedom登场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 红蛙球滚暴力流离 大家讲题吧 那些提奇葩问题的人 自己对号入座找的案啊 我有一个在COC里 一起玩认识的朋友 ID说出来的也无妨 他叫Freedom 历经沧桑欲何求 只为一生不低头 后面的几期 我将弹跳用法再次升华为 挖式弹跳流 并将当时无人问津的 辅女引入部落战 当时可谓真是精力旺盛啊 旺盛到当时直接跟了苍锦空大将军 做了手枪队队长 简直能用金子当葱花 放了汤盒来形容 接下去 沉迷了一段时间的 胖法流两心满食之后 被众网友喷骂之后 终于明白了 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的奥妙 只有自己慢慢体会才懂啊 就像Freedom一样 他想要和他需要的 他很清楚 所以他不结婚啊 因为他不想要 也不需要幸福一辈子啊 他只想要 舒服一阵子就行了啊 嘿嘿嘿 而我自己也不需要 大家给我视频多少多少的赞 只是想要 当我不再做COT解说的时候 留给大家的印象 永远是那四个字啊 业界良心 后来版本再次大幅度的更新 引入了天狗这个兵种 意味着独挡一面的地面流 终于到了 800标兵蹦北坡 泡兵并排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炮的时代终结了 空军的崛起 新打法 十狗 五狗 天胖猪 留得相继在视频中 横空出世 出了那么多的视频 也经历了那么多 终于明白 一生傲骨 不肯认输 起起伏伏 谁胜谁负 几番臣服 终于梦醒 原来江湖没有胜负 遥不可及的 并非十年之后 而是在今天之前那 哎 又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的真心话 也差不多了 下面进入讲解环节 好 那么本期给大家介绍一种全新的脑膜打法 它是由我十猪弹跳流衍生出来的 我简称为双十点猪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对手 这个蛮九正呢 它的隔断非常的多 从布局上看的话 没有明显的地方能够区分出哪一块是中圈 哪一块是外圈 所以像这种隔断比较多呢 用猪流就非常适合了 但是用猪流有一个问题 呃 它内部的二乘四的空档是比较多 像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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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里这里都是二乘四的空档 根本就无法判断出 呃 双炸的连方位置 如今的脑膜有两种情况啊 第一种就是我称之为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在没有队友的帮助下啊 自己一次过对吧 纯靠脑中的判断 但是这种预判这种呃 空档比较多的阵型呢 就很难了啊 成功率也会降低很多 第二种就是让队友探一下路啊 这个大家都懂 探一下路呢 然后你再进行脑膜呢 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对吧 肯定比第一种高了 像第二种呢 我也有一种称呼方式 叫做踩在队友的尸体上前进 对吧 万一你个你队友探路的时候 像采用第一种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方法 没有成功对吧 就这个性质就变成探路性质了 那么你踩在他的尸体上呢 自然成功率也会高很多嘛 呃 下面我们来说说传统的石珠弹教楼啊 传统石珠弹教楼呢 先是用气球或者是野猪呢 先把他的联盟给引出来 然后引到石头要切入的这一点 紧接着下女巫 下王 下法师 把他联盟引掉 呃 清掉以后呢 直接下石头 跳入中心灭他女王呢 女王灭掉以后 利用一点或者两点下野猪就行了 操作上 思路上呢 都非常的古老 也非常的简单 对于没有二乘四控打的阵型啊 是非常有效的 对吧 但是对于二乘四控打比较多的阵型呢 呃 揉错率呢 就降低了很多 成功率呢 自然也会下降许多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呢 于是我想出了这套双十点珠流的打法 具体我们来边看回放 边和大家说啊 思路是怎么样的 至于石头的切入点呢 是和石珠弹跳流一样的 像这局的对手明显就是两点处 对吧 这里下石头 从这样 然后外墙炸开 下一个弹跳 就只是切他的女王了 呃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他外围有两个箭塔啊 这两个箭塔呢 就用一点小技能就能搞定了 现在十二点处下两个气球 对吧 在防空盲区处 把它的箭塔灭掉以后 这样我从两点处下了两块石头 这个箭塔打掉就不会走到这十二点的地方了 而且呢 在十二点我下法师清兵呢 也能非常的安全 双十下去以后 下法师清兵 由于这局他的外围建筑比较多 所以我带了比较多的法师啊 在两块石头把这个箭塔打的差不多要倒下的时候 我直接下了三个炸弹 把这一路外层墙给炸开 我的部队就能进入中心啊 好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 下了一个弹跳 引出他的联盟 由于最后呢 跟进我的蛮王 由于这个由于是两块石头嘛 所以肉盾作用比一块石头是明显高了很多啊 强力 又强力又坚挺对吧 引出他的联盟 他的联盟是一个女巫两个法师 然后一群弓箭手是比较长 接着防守方的联盟配备 好 引出来以后 在距离女巫 为中心啊 十点的地方 我下闪电 这样呢 这个闪电作为第二个魔法使用的话 是能绝对的把这个女巫给劈死的啊 女巫劈死以后 部队基本上就能无压力的冲中心了 大家看到没有 把他的女王砍掉以后 而且把他联盟全部杀死以后啊 我两块石头 一块大石头还没封链 一块 另一块石头呢 已经封链了 接着我的双王就非常关键了啊 这低等级的双王 而且是处于满血的状态 那么他们后续后续的推进能力啊 就非常非常的强了 用两块石头原因也在于此 呃 王等级低的话 用一块石头推进能力实在是 呃 比较差一点啊 除非你蛮王等级高 像我这种这十几的蛮王呢 一块石头爆掉以后啊 这个蛮王根本就是顶不住的 想先入蛮王就是被顺秒的命 好 此时探命就差不多了 我就直接开始点珠了 点珠呢 我是从因为呃 九点到十二点 这侧翼的一圈防御塔 对我中心部队是没有威胁的啊 反而六点到三点 这侧翼的一圈防御塔呢 对我中心部队呢 是会造成一定的呃压力一定的伤害 对吧 所以我从呃三点开始点珠操作 配合我中心部队系统 哎我的蛮王怎么去喊 常去好不去管他 我们直接进行点珠啊 三珠三珠 哎这里有一个细节 我在这个炮塔的地方下了两只野猪 因为我担心这一块二乘二的空档 有可能放大炸弹嘛 如果猪下的多的话 损伤也必定非常多 对吧 结果我下了两头野猪 探路的情况发现 哎反而是只有一个弹簧 弹簧吃掉以后 我立马补进了两头野猪 大家看到没有 补进了两头野猪以后 能够就能够把这个炮塔给点掉了 好此时我这个胖子快死了 接下了第二个胖子 马上再对箭塔和炮塔处进行六珠这样点下去 此时我不着急的点下剩余的石头野猪啊 而我是把目光切回了这里四点处的位置 因为我感觉此时应该是差不多 我这群第一批野猪呢 把他的第一个防御塔给灭掉 然后呢伤害呢也吃的差不多了 在这个时候一个恢复下去 就能直接把野猪的查克拉给顶蓝 顶蓝以后我再不着急的切到 自行切皮到十点处下最后一批野猪 好最后一批野猪下去以后呢 我就能高枕无忧了啊 好在最后一批野猪进入这空囊处啊 我下了一个回复对吧 果然这里有大加战 哎把这个牌计划打掉 看见没有啊还是双战的联放 漂亮 哎此时他的蛮王居然在和我的小仙肉蛮王进行肉搏 但是我的小仙肉蛮王明显打不过他的蛮王嘛 不过哎呀他的蛮王一刀两刀 最后一刀把我小仙肉蛮王给砍掉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呃我的眼中不得看到自己的蛮王死了 哎呀你蛮妙的竟然敢刷我们的国王 我砸死你蛮妙的 漂亮把他的蛮王砸死以后呢 我这也就进入闲庭信物的状态进行三星色围 像这套打法啊 比传统的石柱弹掉流好很多 原因就是因为 你能根据具体的形式进行点 具体的阵型 具体的形式呢 进行点柱流的操作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像传统的石柱流 会发生时间不够的问题啊 而对于双炸联方的阵型呢 也是有明显的克制的效果 呃不过这套打法最关键的还在于前戏的两块石头方面啊 这就和爱情一样啊 前戏不坚挺 高潮无指望 对吧 所以说 配两块石头呢 让前戏坚挺一点 让我双王发挥 呃DPS输出发挥到极致 就没有问题了 魔法配置方面 也是非常明显的啊 绝大多数情况下 肯定是一闪一跳 两回复的 闪用来电联盟 弹跳呢 用来冲中心 双回复呢 为点珠的 呃 为点珠服务的 当 野猪拒低的时候 你下一个回复 当另外一批野猪 再拒低的时候 你再下另外一个回复 两个回复就足以能够覆盖到 全部的野猪部队 然后对它进行三星的收尾了 好的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种 由石珠弹跳流衍生出来的新打法啊 希望大家喜欢 呃 对于这套打法呢 双石头还有一个好处啊 刚才忘记说了 比如说它外围的防御塔 覆盖的比较广 对吧 你一块石头不能抵住全部防御塔的伤害 所以你这样用两块石头操作的话 就像两十三个的前世一样啊 对于阵型的选择方面呢 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可以挑剔的阵型了 基本上什么九本质量都可以用 这点呢 会在以后的视频中 给大家详细的 说明 或者说可以说是证明吧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以后只要在九游论坛贴 优酷 新浪微博 视频下方留言 在最近的OVA视频结尾呢 会进行抽奖 并各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奖励50元的化费充值卡 以回馈观众老爷对我的支持 要进入九游COC专区呢 可直接扫描屏幕双方的二维码 好本期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九本的波罗战阵型 编号8737 对吧 就是这个了 这个阵型在我看到的第一眼的话 它我感觉它布置的不怎么样 但是真的要去下手攻打的话呢 我又爬到无从下手啊 两十三口的话有点难对吧 野猪流呢 里面的这些个双栅啊 是必踩的 也估计打不掉 按我现在看的话 可能女巫雪秋流的效果 应该打这个赚应该是最好的 可以用女王对吧 在六点把这一片的菊花给清掉以后呢 女巫从八点这里下去 紧接着右边下一块石头 配蝶法师把这一片菊花的两个塔给打掉以后呢 中间一个弹跳 女巫流就全部进去了 如果你王的等级 少王的等级高一点 高一点的话啊 女王肯定是下在女巫进过的地方 蠻王你可以下在侧一样 比如说这个四点出对吧 这就下一个蠻王进去 把这一片的菊花给全部 打掉 在四点对应的实验处呢 你就需要下野猪就行了 哎 这好像啊 就能把这个阵给攻破了吗 哦不不不不 oh my god 我大家不要替我再嘀咕啊 总之呢 这个阵呢 还是不错的 至于新版本的更新呢 我想我们也不用去这样猜忌了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人到床前自然直嘛 到时候等它更新出来了 我们再看啊 总之肯定会让这个游戏的玩法变得更加多样性的啊 好如果大家对这款一键布置的软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的话啊 可以去看一下我54次的操作视频 呃或者扫描这个二维码 又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直接呃加这个QQ咨询群348176381 对吧 里面有技术人员为大家解决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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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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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端北面爬 Oh, there are monsters Shall drive me from the eye In cover sun Word I watch a bird in front of the Four camera Yes, my soul, sweet palm Tress so lush Would you be my own name? It's California You show me what I like today Before I come down I touch your face down From this day you are young On this time I bet I try Cause so long I think that much is never gone You show me what I like today And that must be I want you to warn me To keep your dream Together and run away But that must be free Say, say, to enjoy No fantasy And that must be You show me what I like tod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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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